下一題 下一題有畫電流方向 問你說誰是對的 理論上是需要用到冷次 但是你也可以不用 但是你只要記得我最後教冷次那個結果就可以了 叫做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然後你就比比我們的假 這樣的電流方向 右邊那邊要升N還是升S 如果要升N就對了 因為S離開想走的不讓他走對不對 要吸回來就升N就對了 如果你的這個假一比完之後 右邊升的是S就不對了 因為S遠離要吸回來 不是要趕走 這樣你就會曉得 然後你只要比一個就知道答案了 為什麼 因為他電流方向都一樣 那問題是S遠離 就會跟S靠近不一樣嗎 就會把它把它消掉 你會知道誰是錯的可以消掉 所以 只要理論上你只要比一個 你就會知道答案是誰了 你只要比出一個你就知道答案是誰了 比完 右邊是N還是S 如果要升N就是N靠近 或者是S 遠離 S遠離 你就會曉得了 所以答案多少 你答案選人叫做假柄嘛 對不對 答案選人叫做A 剛剛跟你講了啊 假是S遠離嘛 S遠離叫升N嘛 升N 那麼安培用手一握 要這樣子握嘛 這方向對不對 方向對 那S遠離方向 這跟N靠近方向 也對嘛 那其他就是什麼 錯的嘛 就不對了 因為他電流方向都畫一樣 沒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人就是A 這種題目還有另外一種 所謂的不需要交冷室的討法 就是我把這個假是對對不對 假是對的 然後我換個減牛劑 然後他偏向右邊 我會畫給你看 我說這是對的喔 然後就畫出其他幾個 問你誰對誰不對 那你說喔 我是S遠離 那跟誰一樣 要跟N靠近一樣 那就要跟S靠近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給一個正確的假 後面再畫出幾個 然後問你誰的書證券 這樣子你就不需要學過冷室 不需要用到冷室 就是S靠近跟S遠離不一樣 N靠近跟N遠離 N靠近跟S靠近是不一樣 就可以挑出我的答案了 這樣就不需要用到冷室定律 OK 好 就是我們的三星 最後 就是發電機 這個就 叫做觀念題 我們教過的觀念題而已 請問你 誰的敘述是對的 這是我們講過的觀念題 比如說最後一個就是 講過如何改變 感應電流的大小 然後如何增強感應電流 這是我們的朱選項 朱選項 然後其他人就是 我們教過的事情 答案誰是對 U 你覺得答案誰是對 8 1 豬 我們基本上感應電流跟磁場變化率成正比 所以轉的越快就會變化率越強 感應電流就會越大 所以A是錯的 然後呢 這是兩個圓形的極電環一前一後 所以是我們教過的交流發電機 直流發電機是兩個相對的半圓形 我們上課也會看過圖了 所以呢 選項B也是錯的 然後呢 發電機是轉一轉 動能 產生電電能 所以是力學能換成電能 電動機馬達才是電能換成力學能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那麼選項處我們教過如何能夠增強感應電流 變化率變大 密度增加 時場變強 所以呢 它跟線圈密度成正比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豬 OK了嗎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 就是豬 現在我們到底有想像 沒有